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薛凯辉 Hello 我叫廖浩文 我是蔡宇田 Martin Hello 我是吴荣新 房俊文 我叫做阿玥 我是王家俊 据我所认知的《文本大世界》的这个计划 就是可以给大家时间去探索 去了解和研究文本背后的目标 真的跟一份剧本相处 而不是追求一些东西去研究角色 或者想想如何呈现这份剧本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分了不同的组 然后去做一些研究 到底整个故事的中心思想 或者是编剧到底想透过这个文字 这个剧本想说些什么 和大家一起谈刁一份文本 去找里面的蛛丝马迹出来 这个机会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 一个过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排戏都可能是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要可能做一个演出 很少说有一个演出是会和观众一起 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份文本 在《文本大世界》的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除了会将我们研究那个剧本基地 去做一个演读的表演之外 我们还会因应我们的研究 去做一个表演讲的项目 表演讲很搞笑 我们要透过表演形式的讲座 或者说给观众听 我们的观众是什么一回事 从一个香港人身份去看这个剧本 之余我也可以了解到 究竟当时的西班牙的一个这么出名的剧作家 在公压的情况下是怎样去写这份剧本 基地整个的故事设定 有一个地方好像伊甸园 就安排了很多不同社会的精英 可以有一个很无忧无虑的世界 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的创作 但是随着故事发展下去 大家就发现到有一些特异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在那个空间里面会慢慢揭露 有些东西是隐瞒的秘密 可能最后要爆发出来了 其实背后是有关西班牙一个历史的关系 在现实世界里面 Foundation是指什么呢 手握着科技知识技术的人 还是平民百姓呢 而这一点都跟西班牙内战 即是剧作家那时身处的西班牙的社会环境有关 原来剧作家这一刻的创作 不是代表他这一刻 而是代表他的一生 有很多里面的片段 其实都跟作者自身的经历 是息息相关的 而他有经历过 他有见过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我发现原来以前 在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国家都发生着 类似我们国家以前发生也好 或者其他地区发生也好 的一些事件 故事大概是这样 结局是怎样 进来看就会知道了 这次我们文本大世界 新进独剧展演 The Foundation基地 在3月24号 和3月26号这两天 在上华文娱中心剧院里面进行演出 到时欢迎大家来看 再见